来到苗栗客家地区抢票 苗栗乡亲太热情 等不及要把小猪送给小鹰 直接冲上台 有人成功亲手把小猪捐出来 有人责备工作人员挡下来 但这些温暖小鹰都感受到了 苗栗人是我看的最有创意 尤其是在小猪的创意上 这是一只很大的猪 这是木头雕头 只有猪头 各式各样的小猪 让蔡英文如属家珍 但近日来 蓝营不断批评小猪效应 蔡英文也毫不客气 重靠回击 现在国民党跟马政府 把我们的三只小猪 视为红水猛兽 他们说这三只小猪 是民进党的选举的操作 这样的说法 事实上是在高猪的民进党 因为这个是人民的力量 台三线活动 前总统府秘书长叶菊兰 全程作陪 两人在台上受骑时 可能太兴奋 不小心还K到读稿机 尽管下着雨 却没交习民众热情 蔡英文还不断提醒台下相亲 小心别感冒 雨越来越大了 我们今天就应该回家了 太好了 可是我还会再回来 我会回来好几天 蔡英文喊出客家妹当总统 抢功来赢票仓 和客家相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